为了救治重伤的阿尔哈 科学家打开了一罐胃精 然后用针管将胃精注射进了阿尔哈伤口 大家都以为科学家疯了 却没想到 在显微镜下 阿尔哈的伤口竟开始快速愈合 原来这不是普通的胃精 它其实是一种微型机器人 能修复生物创伤或者机器故障 却不曾想 就是这种对人有益的微型机器人 却差点毁掉了一座军事基地 只因这天科学家在使用完微型机器人后 忘记了拧紧密封罐 没想到 微型机器人竟然集体跃雨 从密封罐里逃了出来 然后进入了基地的设备维修管道 不巧的是 管道内刚好有名工程师 正在维修基地主机 他还以为机器人是来帮助自己 却不料下一年 工程师的迟迟未归 引起了警长白哥的注意 他通过调查监控发现 对方进入了设备维修管道 白哥于是和科学家钻了进去 想寻找工程师 可他们却没看见对方身影 只找到了对方的随身设备 白哥将情况告诉了上司黑妹 黑妹于是立刻带着两人 找到了基地负责人老金 要他用最新研发的探测仪 寻找工程师 可老金却觉得几人太明暖 工程师可能现在正在某个地方休息 于是直接赶走了他们 而白哥也觉得 可能真是自己小题大做 当即准备取消此次调查 却不料这事 科学家告诉了白哥一个坏消息 他刚刚在走廊上 看见了今早救治的二哈 可微型机器人虽然能缝合伤口 但不可能让重伤的二哈 直接下地子 于是他急忙追了上去 可奇怪的是 前方是个死胡同 可二哈竟然凭空消失了 感到大事不妙的 他赶紧回到实验室 这才发现微型机器人 竟全都不见了 现在看来 工程师很可能已经遇害 因为微型机器人 为了维持自身机能 会不断寻找碳元素作为燃料 而人类体内大量的碳 无疑是最好选择 白哥要科学家 赶紧将机器人召回 但科学家却无奈说道 自己已经试过了 但微型机器人 却毫无反应 有一股未知力量 正在控制他们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 微知力量来源 但好在事态还能控制 因为微型机器人 不能突破基地的电子屏障 一旦突破就会被烧成交谈 黑妹当即要白哥和科学家 去找微型机器人 而自己则去找老金 扩大电子屏障范围 白哥和科学家 再次进入维修管道 两人带了把电磁枪 以防万一 这种枪能有效克制 微型机器人 这次两人在一个拐角处 发现了一副骨架 毫无疑问 工程师已经成了 微型机器人的探眼 突然 科学家的探测器显示 有微型机器人 正在快速朝他们靠近 而下一秒 救治过的二哈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显然这只二哈 是由微型机器人伪装的 二哈朝两人扑来 白哥则毫不犹豫 瞬间二哈就被打回了原形 两人面色凝重 既然微型机器人 能变成二哈 那就一定能变成人类 而就在这时 管道下方突然传来了 黑妹的求救声 原来黑妹发现 眼前的老金 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竟然想杀他 但黑妹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老金 其实是微型机器人伪装的 之前老金把他们赶走后 微型机器人伪装的工程师 就趁老金不注意 将真正的老金控制了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一身枪水 假老金被打成了原形 原来是白哥和科学家 赶到了现场 黑妹觉得老金也遇害了 但白哥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和老金大脑 相连的电脑还开着 真正的老金 肯定被微型机器人藏了起来 但为什么对方 不直接杀了老金呢 可他们还来不及想明白 又有坏消息传来 士兵看见老金进入了基地主控室 里面可以取消基地的电子屏障系统 但黑妹却不担心 因为取消电子屏障 还需要有人进入另外两处地方进行授权 他们直接破门而入 可里面却没有老金身影 原来这个老金也是微型机器人变的 但照这样来看 对方可能已经变出了两个老金 去另外两处地方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士兵就告诉白哥和黑妹 另外两处授权点 也已经被微型老金攻破 而且基地里现在出现了很多个老金 动用武器把微型机器人打散 但科学家直接泼了盆冷水 因为微型机器人被打散也可以不断复制 到明天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万个微型机器人老金 而现在一切都完了 他们已经没能力阻止 危急时刻 白哥却突然想明白了 微型机器人不杀老金的原因 因为他曾注意到 老金在脖子上安装了神经控制器 控制器不需要鼠标和电脑 就能把老金的指令 直接传输到电脑上 但现在他回想起来 神经控制器的频率刚好 和控制微型机器人的频率相同 一定是老金和他们有种莫名的联系 白哥当即展开地毯时搜索 终于在一处角落发现了老金 等老金醒来 白哥告诉老金 现在微型机器人的一切行为 都是老金潜意识的表现 现在只需要他通过一面 把所有微型机器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再用低频声波攻击 就能让微型机器人 重新回到初始状态 可一直过了很久 老金也无法控制潜意识 因为他身为科学家理性思维 完全压过了潜意识 白哥忍不了了 当即对着老金破口大骂 却没想到竟然起了作用 老金表面上虽然不在意 但潜意识控制的微型机器人 却不这样认为 他们直接全部调转方向 朝老金位置走来 基地危机顺利解除 但白哥还没休息两天 又一个诡异事件出现了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